欧狗给欢龙博康白板荣光 随着SP马超的强势登场 SP关羽会越来越容易获得 旧王退位 新王当立 我们也得加快剩余SP关羽白板队伍的介绍速度 今天博康就为大家带来 最关于绝对天王版队伍杜江枪的全面解析 首先你要知道杜江枪有两大优点 不需要宝物以及更强的控制 这两点让他的优先级远高于大家普遍认为更强的皇冠枪 是赛季前中期的绝对核心 而且博康这边要纠正你们一个错误的观点 千万不要以为杜江枪后期很弱 后期表现仍然是绝对的T0上游水准 技能方面顶配就是常规的三世草船飞攻体系 当然你肯定没有顶配吗 杨胖兄这边就用整装待发替换了飞攻制射 完全没有问题 但博康这有一个小小的建议 棋风咒语这边除非你没有车刀着敌 否则必上车刀着敌母控制 下点方面SP关羽全武 SP黄辅松至少43速拳筒 SP铝蒙拳筒 兵出方面SP关羽百战提高发动概率 SP黄辅松点出速战一速进化 SP铝蒙博康还是习惯后发先制加升机线手打控制 装备方面SP关羽武胜SP铝蒙援助踩踏 但显然没有也没事 T0天花板降配空间就是大 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战报来分析一下队伍的优劣势 首先当然是连川战报的展示 博康已经说了很多遍了 千万不要怀疑白板SP关羽T0队的连川能力 SP关羽早就超越了麒麟宫 成为了白板队伍的绝对天花板 然后你肯定会说不对 SP关羽怕麒麟宫 博康只能说 独江枪面对麒麟宫 是所有SP关羽队伍中表现最好的 原因在于SP铝蒙也可以反时控制将围和旁统 独江枪的另外一个优点是自带进化 SP黄辅松可以进化主将 SP铝蒙可以进化自己 所以队伍在面对关关章这样的空气队时 表现格外出色 至于其他的中版组队 独江枪基本都可以战 而且呈现出回复越多战功越多的格局 速攻对方面由于SP黄辅松的全体减伤 真的表现绝对优秀 当然了偶尔遇到刚锋太子词是个面 也都合情合理嘛 最后博康在底下遇到群攻容易高耸的情况 这个没办法避免 只要SP铝蒙速度够快就能躲过减伤 你只要知道即使这样我们遇到群攻仍是优势 OK SP关羽杜江枪 一支当仍不让的T灵强队 白板队伍关群将为你闪耀